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是要将腹肌板 附贴于我们的腰下 贴平 然后在我们腹部 涂抹产品 涂抹均匀 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操作这个单极手柄 能量从低往上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 慢慢地递遮递减 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现在腹部打圈 绕着我们的肚脐眼 要避开肚脐眼 这样打圈 操作的时候探头要服贴 不服贴的话就是 可能会有一点带刺刺的感觉 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补贴 腹部打圈 然后侧腰拉腰线 从我们这侧腰拉腰线到我们其中 轻轻地带下 然后上来的时候 我们用点往下沉的阴力 这样一条 然后到我们的肋骨下缘 避开这个骨头 然后到我们的腹骨钩 然后在我们这样肚脐这样 打圈 画C字 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它的骨头 然后再侧过来拉腰线 然后再侧过来拉腰线 侧腰的时候我们现在腰侧后面走直线 然后打圈 然后打圈 再拿腰线 从这侧腰拉到我们的其中 然后其上就是肋骨下缘 其下腹骨钩这里 这个手柄的话 一边操作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 也可以根据客人的提醒 然后可以增加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操作的时候 我们记得要询问客户的感受 能量能不能调节 能不能往上加一点 尽量引导客户把能量给调上去 我们操作完单极手柄了 然后就更换我们的腹气压手柄 腹气压手柄的时候 我们操作是先操作放松的一个模式 也是在我们腹部打圈 避开肚脊椰 用点阴力 给它一个向前推的力量 然后拉腰线 这个负压手柄呢 我们拉腰线的时候 我们上来可以 到我们肚脐旁边 那就可以拿起来了 因为我们再拉下去的话 那这个皮肤又往下掉了 它要先是从侧压到其中 然后也是到肋骨下缘 齐下腹骨钩这边 画C字 然后再侧腰再侧过来 侧腰的时候也是先走直线 然后打圈 然后往前拉 侧腰拉腰线的时候 这里不是会有个幅度吗 所以我们拉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服贴 操作完放松模式 两三分钟左右 我们就给它换藏锡 藏锡的时候 记得把WAC 就是我们的吸力给剪下来 剪到二三这样子 慢慢往上浆 涂抹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涂抹均匀 就是看不到白白的产品的时候 就可以操作了 我们藏锡模式的时候 开始也是在我们腹部打圈 然后拉腰线 从侧压到我们的其中一条 然后到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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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旗下 然后换一个C字 打圈 我们的手 就是服贴我们探头的手 就这样 轻轻用点引力 向前推就可以了 复压手柄的话 操作一边 也可以控制在10到15分钟 然后侧过来 拉腰线 先走直线 打圈 然后往前拉 抬了 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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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